难怪阿珠必须死在萧峰之手 你看阿珠的原形是谁 出现在四大名著 由于马夫人的嫁祸 急于报仇的萧峰带着阿珠赶赴小金湖 以便首任仇人段正纯 萧峰哪里会知道 自己已经上了大当 同样蒙在鼓里的阿珠 则扮成段正纯的样子 最终死在了萧峰的掌下 只要仔细翻阅天龙八部的读者 都会发现剧情漏洞 首先段正纯年纪不大 怎么会是三十年前的带头大哥 其次段正纯并非中原人士 他却是大力国的镇男王 怎么又可能率领中原群雄 在燕门关伏击契丹人 更重要的是 萧峰前身乃丐帮帮主 历经了诸多凶险变故 如此身经百战之人 为何会轻易相信 马夫人的片面之词 然而金庸依旧要绞尽脑汁 让阿珠死在萧峰之手 这又该如何解读 难道让阿珠死在萧峰的掌下 就更能展现萧峰的悲剧人生了吗 其实你若发现了 萧峰阿珠的原形是谁 就会恍然大悟 等时会明白金庸的良苦用心了 初读金庸武侠小说的时候 是不是误以为荒诞不惊 天马行空 直到我们长大之后 才赫然发现 金庸的武侠著作 绝大部分都沿用了真实的历史 书中甚至还会出现诸多历史人物 他们和江湖高手发生碰撞 继而发生了一个又一个 扣人心弦的武侠故事 好比在《射雕英雄传》里 又出现了邱楚基 王重阳 承继思汗等历史人物 同时金庸还借着水浒传里的人物 将他们武侠化 书中是这么写的 郭兄 你是梁山坡好汉的右星赛人贵 郭胜的后代 使得是家传几法 只不过变长为短 化丹为双 到了一天屠龙记 就连水浒传里的方辣都成了一帮之主 金庸写道 北宋末年 明教大首领方辣在浙东起事 当时官民称之为石菜式魔教 石菜和凤士魔王 是魔教的两大规律 传之已达数百年 这样看来 方辣到了金庸笔下 成了明教的教主 他必定练成了明教的神功乾坤大挪移 此外 射雕英雄传还提及了鲁智深 燕青等梁山好汉 鲁智深的风魔杖法传到了丐帮 而燕青的拳法则传到了梁子龙的手里 既然鲁智深 燕青 方辣都客观存在于金庸的笔下 那行者武松呢 其实 你若将萧峰和武松进行比较 就会发现 金庸借着武松作为原型 塑造了一个极其接近的人物角色 萧峰 可别以为笔者胡言乱语 你看武松在锦阳刚 有打虎的壮举 萧峰则背着阿子 在长白山痛打东北虎 武松嗜酒如命 萧峰在每次血战前 也要痛饮美酒 此外 武松被大嫂潘金莲勾引 萧峰则被马大哥的夫人康敏诱惑 假之 萧峰和武松一样 都是高大魁梧 有情有义 这样的巧合 让人不得不怀疑 金庸就是借着武松的形象 以及精力 塑造了一个 气吞山河的悲剧英雄萧峰 你若将萧峰视为武松的话 还能明白 阿猪为何必须死在萧峰之手 你看看阿猪的原型 又会是谁 笔者认为 阿猪的原型 就是水浒传的玉兰 原来武松助施恩 夺回快活林之后 他突然得到了张都坚的青睐 张都坚不仅久入款待武松 还将玉兰许配给了武松 书中是这么写的 张都坚对武松说道 玉兰聪明伶俐 善知应律 但在张都坚的撮合之下 还是答应了婚事 按照那时候的律法来看 玉兰已是武松的未婚妻了 但武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张都坚竟联合蒋门神陷害自己 最终武松被张都坚陷害之后 白口莫辩 只能带着镣铐枷锁 发配荒凉之地 可张都坚 蒋门神哪能轻易放过武松 他们在飞云瀑布下 杀手师徒要了武松的命 却被武松借机反杀 继而有了血剑鸳鸯楼的后续故事 在杀死张都坚 蒋门神之后 武松又巧遇了玉兰 此时的武松早已杀红了眼 想起玉兰和张都坚狼狈为奸 武松暴墓之下 再也不怜香惜玉 他操起刀来 一下就结果了玉兰 当然 武松首任玉兰的故事 与萧峰打死阿珠的经历完全不同 但至少二人都是好汉 但都亲手杀死了心上人 综上 金庸借着水浒转武松这个角色 同而编撰了 萧峰被大嫂勾引 长白山打虎 打死阿珠等江湖故事 而金庸也借着玉兰这个角色 塑造了另一个悲情人物 阿珠